除了疫情严峻,现在气温也越来越高 尤其是高度开发的台北盆地更加聚了都市热岛向运 学者分析台北市最热的地区就在万华 比南港还高出了3.5度 也代表我们的城市健康亮起了红灯 身处在都市的水泥丛林中,钢星大楼取代了树木 到处都是冷气排放的热风 也让都市热岛效应越来越严重 其中都市里高温区以及低温区的温差又称为都市热岛强度 专家发现台湾的都市热岛强度在过去10年已经增加了1度C左右 台湾热岛效应最严重的地方无疑就是台北盆地 陈大建筑系教授林子平分析 台湾都市热岛强度从过去的1.5到2度C来到了3度C 在台北之中最热的地方就是中正万华 那第一个是万华的这个街道是比较狭窄 然后建筑物高一些 那这种比较狭窄型的街坡 我们称它叫做深的街坡峡底 那热气会没有办法排放出来 所以在白天的时候那冷气会一直太热 那夜间的时候它的风风的状况又不太好 所以就很很有机会去避热 这个地方的温度大概会比像南港 这些区域大概会高3到3.5度C左右 林子平教授发现都市里的小热岛会连在一起成为大热岛 一如桃园与台北就出现了高温带连结合并的状况 让散热更困难 改善都市热岛效应的方式 不爱乎增加绿地以及水源地的面积 但是公共空间的规划也至关重要 像是建筑物的座向能否正确的引导风向 以及公园的植被面积能否提供足够的覆盖 都是减缓都市热岛效应的关键 林子平教授进一步指出 许多建筑设计的盲点就是忽略了温度的调节 因此他提出三大建议 分别是增绿多流栏 保留都市中的绿地与水源地 让路给风走 降低建筑密集度 增进空气流动 最后是遮印工人形 避免行人直接受到阳光的曝晒 政府的这个政策也要跟着去推动 那比方来讲 我们现在在灾害防救法里面有含害 但是对于热灾 那就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要求 那最近美国还成立一个叫做这个高温涨 帮助都市去找出会烧的这个方法 还有找出都市的这个热点 那政府也要加快去进行去应用 全球暖化气候变迁是一个大全球的问题 所以大的变化当然会影响到局部的一些天气的一些变化 所以因为气候变迁而导致了一些微气候 或是一个小区的一些变化 当然是一定会存在的 全球气候变迁 人为过度开发 再再冲击人类生活品质 加剧了热灾害的发生 从建筑物本身的设计 到整体都市规划 环环相扣 都市热岛目前已经形成这样的问题的环境的地方 我觉得我们可以透过目前正在推动 像都市更新 或者是我们都知道 我们常常在路上看到 就是有些时候像公园里面的一些设施 人心道上的一些设备 它会定期更换 那我觉得只要在更换这些设备的更新的机会的时候 重新以这个有效率能 循环经济跟任性城市的思考 再做这些设备的挑选 我认为这样的话 逐步的在已经形成都市热岛的地方 事实上就可以慢慢慢慢的去降低都市热岛 在这些区域当中的冲击 台湾虽然地狭人愁 但四面环海 城市也被水源环绕 对于缓解都市热岛效应 还有许多失利空间 让都市生活品质有更完善的规划 TVBS新闻立位华顾商君台北报导 而国内现在除了要对抗疫情 其实相关的抗旱工作也还在持续着 不过还好先前的梅雨封面 为全台的水库进账不少 中部解除了水晴红灯之后 南部灌溉民生用水 7月底也是不用担心的 而北台湾也是供水稳定 可是主要的三大水库 新山翡翠水库 蓄水率都达到了八成 可是唯独石门水库只有四成 为什么呢 一起来看看 就像放烟火般把增雨季带到 离底两百公尺的空中散下 燕旦增雨可提升水汽交互几率 催化降雨 5 4 3 2 1 0 地面增雨是国内目前 最常实施的人工增雨方式 全台步点机动性最高 人工增雨它可以提供 我们必要的降雨量 那在风水期 我们透过人工增雨 也可以来增加我们水库的蓄水量 那最近我们跟中科院 也发展了直接 由地面来发射燕旦 因为这个燕旦打上去之后 它会随着空气的气流飘 所以它的效果不一定会出现在 释放那个点的正上方 我们考虑到这些因素 所以我们的观测仪器 要散布在它周边的一些地点 这样比较容易做一个观测 加上无人机 还有空中钻雨等 截至今年5月 已经实施44次的人工增雨作业 其中有一部的无人机 是属于长制空的无人机 它持续地在天空 进行环境的监测 那另外一部呢 搭配比较精密的仪器 进行四次的垂直剖面的观测 台湾因为缺水面临56年来 最大干旱 直到近期 总算等到大雨 缓解用水压力 门雨封面接连报道 也替水库带来不少进展 缓解一下国内紧绷的水情 目前除了北台湾供水稳定之外 包含了台中苗栗 北彰化呢 都已经解除了红灯的警报了 而在南台湾的部分 产业还有民生用水呢 在7月底之前呢 都是供水无余的 不过呢 二期到座 中南部的部分 会不会如期实施呢 还需要再评估 美与封面的及时雨 即使下在集水区 水库蓄水量高低 也因为地理环境 跟封面风向有所不同 以北台湾来说 石门水库蓄水率 目前只回升到四成 但新山跟翡翠水库 蓄水率都达到了八到九成 主要就是因为 银封面降雨多 不过目前 翡翠水库库容 已经回升到八成以上 除了有余力供应新北 也可减轻桃源支援新北的 用水压力 这是2019年底 石门水库的缩时影片 水库若达到埋水位时 为245公尺 今年5月底的最低水位 来到202.59公尺 从机市影像来看 水库因为缺水 裸露的绿地仍在 但随着雨况良好 截至11号上午 石门水库水位 已经升到227.18公尺 气血率也来到40% 天气首试的这个部分 是事前预报的结果 那么我们在事后 用数值模拟的这部分 其实是拿当天的资讯 去进行整个天气的一个模拟 那个情况其实会最接近 当天的一个情况 透过当天的一个数值模拟的一个结果 来跟我们在当天进行 人工争语的一个观测实验 当下所收集到的数据 等于是用两种方式来进行验证跟比对 人工争语 它这一门技术 事实上是发展的相当的早 争语的这个技术 现在在世界上都还是相当大的挑战 我们未来在因应气候变迁的 相关的抗旱作为上 我们会多了更多的力气 门语封面接连报道 成了汉象的即时雨 加上抗旱2.0计划 截至5月底已经增加每日76.4万吨水元 就怕干旱节水可能成为新常态 有水当思无水之苦 抗旱人需你我共同努力 TBS新闻 陈建宏佩如台北报道 好继续再来关注我们的疫情跟疫苗的部分 政府采购国产疫苗过程争议不断 现在又被爆出高端疫苗每剂价格高达800多块 比国外人家有WHO认证的疫苗贵了好几倍 连生技界也几乎相当不合理 有民间团体就特别前往了台北地检署 要告发总统蔡英文 还有行政院长苏贞昌 以及陈时中 废持植物图立特定厂商 而且还要发起百万人民告政府的运动 痛批政府为了扶植国产疫苗 竟然把人民当成白老鼠 不满政府买不到疫苗 近日还是陆时有民众在经过总统府时按喇叭抗议 我们在现场也可以看到警方强硬执法 在总统府周边重病部署 接近下午两点 中正一分局远景在各个重要路口严正以待 只要发现车速过慢 警方马上驱离 但过没多久 一连十几台车又开进开道 不是与警方搜证 这项快闪行动连远在高雄也遍地开花 或许是民怨被听见了 总统蔡英文11号接受电台访问时透露 6月底7月初还有一批外购疫苗即将抵达 身为总统 我要再次表达最深切的不舍与歉意 台湾染疫死亡 直逼四百人大关 蔡总统终于开口道歉 不过救命疫苗还没到位 民众人活在恐惧中 高举标语怒喊口号 贬政府时代的前新闻局长钟晴 孙文学校校长张亚中一行人 赴台北地检署地壮 告发蔡总统行政院长苏贞昌 和卫福部长陈时中 涉嫌独职土利国产疫苗 防疫击溃民众信心 加上之前的停电问题 和黑道党工值风波 政大选言之友会最新民调发现 总统蔡英文满意度和不满意度 出现死亡交叉 满意度不到四成 不满意度冲破六成 另外防疫指挥官陈时中 同样气势下滑 如果依照这个合约第一个他的价格已经是全球数一数二的贵 第二个他的不平等合约的条款 如果厂商证明他已经进了最大的努力 那我们是没办法跟他追偿 我们已经付的契约价金 立委高宏安拿出国产疫苗采购合约 怒批卫福部签下不平等条款 因为国产每季价格全球数一数二的贵 不仅无法对付变种病毒 还拿不到国际认证 陈时中不甘一路挨打 回籍相当强硬 没有签奖合约 根本就没有厂商 如果你知道你这样一个不平等的条约 我们一剂疫苗都买不到了 前一段时间大家都想买再贵也要买 国产疫苗有优惠价格 那再怎么样也要赔死国家的产业 大家不要昨天讲的话 今天就忘记了 然后今天讲的话明天你又忘记了 政大民调显示 陈时中虽然满疫度过半 但对照去年满疫度动辄七八成的高人气 差距相当大 另外民众对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不满疫度近六成 远高于满疫的四成 统筹防疫的威信同样危机浮现 2022本来就不是民进党应该期望会打得赢的 这个执政报复加上了最近的缺水缺电 加上疫苗的问题 疫苗之乱 我觉得民进党会非常非常吃力 但是民进党的真正的依据到最后可能还是在两岸问题上 国家主权的认同上 在2024的这个总统选举上 国内疫情还看不到尽头 考验执政党治国能力 也考验民众耐心 TVB新闻张兆华王兴堂 戴元丽台北报道 有医师认为台湾已经进入扩大筛减阶段 但是疫苗仍然是唯一解方 甚至有医师几乎请政府去向日本买2000万剂的AZ疫苗吧 不然过期也是浪费 再请议论带我们来了解 现在台湾的确诊人数虽然有趋缓 但是你可以看到每一天都还是200多人在起跳 也因此就代表说这个确诊人数 每一天都还是在上升当中 也因此指挥中心你有看到 在记者会之前 它的疫调效能也是逐渐降低 也就是不再公布确诊足迹 因为已经进到社区感染 根本公布不完 当然可以看到 教护科的医师江冠宇认为 虽然疫情在下降 而且是有这样的趋势 但是疫苗并没有普及 所以警戒措施必须共存 筛减就比较容易看见 现在疫情掌控的状况 所以他认为应该要比较像是韩国 进入广筛 广筛尤其是之前在疫情最刚开始 也就是2020年年初的时候 就有人曾经讲过要广筛或普筛 不过蔡政府当时认为说 阻绝境外移入个案是最首要的 但现在似乎也有点改变策略 包括你可以看得到 指挥中心在这一阵子也特别讲说 像是企业要快筛或是也要开放 鼓励厂商来进行这个居家快筛的部分 可能都朝向着广筛在做 但现在台湾在疫苗上面确实还是不足 虽然我们即将要开打124万剂的 日本送我们的AZ疫苗 但是像美国的75万剂 都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 那现在前台南医师的工会理事长 王振坤就认为 是不是要请日本卖我们2000万剂的AZ疫苗呢 因为他说这个日本拿在手上的AZ疫苗 1.2亿剂 其实他们也只是减存货 并没有损失 那当然台湾其实可以 一日接种千万人的能量 他认为死亡率可以马上降低 现在疫情警戒第三级 受到疫情影响之下 大家的生活习惯都改变了不少 民众防疫的观念提升 有许多自保的方式 像是戴口罩 护目镜 甚至随身携带酒精消毒 那么也有人担心说病毒残留在手上 外出的时候戴手套适合吗 来听听医师怎么说 新冠肺炎疫情真的是越来越严峻了 而现在每天的确诊人数不断地向上攀升 而民众也会许多的自保的方式 像是有人选择会戴护目镜出门 也有人出门采买的时候 会选择了戴手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就是不想要用这个手来摸到这个钱 像这位卓小姐 她告诉我们了 她平常在外出采买的时候 都会使用行动支付来保护自己 去购物的时候 其实偶尔还是会 还蛮常看到有人就是戴着手套 然后或者是买物品前 她都会用酒精先喷过 然后再就是去拿 像这位上班族卓小姐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她遵守公司规定分流上班 必须要到公司时 会做好防护措施 只是面对看不到的病毒 可能在周围 真的必须要特别提高警觉 小心再小心 平常出门的话 就是口罩一定会戴着 然后如果有要去人比较多或卖场的话 就会像戴这个防护的面罩 然后如果有需要有到付钱这些方式的话 也会尽量选择有行动支付的地方 也有人没有使用行动支付习惯 购买商品 像这样直接戴手套给钞票 外出采买时戴上手套提升防疫力 真的有需要戴手套吗 戴手套确实可以多一层防护 而且手套的表面容易沾附病毒和细菌 而美国CDC就指出了 最好在清洁打扫的时候 以及照护病人时 最好要戴上手套 洗手其实就有很好的清洁效果 出门买东西不需要戴手套 戴手套不会比较干净 也不会比较安全 一般人没有戴手套的时候 如果摸到脏东西 一般都会马上去洗手 那不管是用干洗手 或者是肥皂洗手 效果都会很好 但是戴手套的时候 会有让人有错误的安全感 觉得既然戴了手套 那脏了也不用管 结果手套上就沾了很多脏东西 在不注意的时候 去拿手机或是钱包 或者是摸到鼻子或眼睛 结果就把细菌病毒都弄到身上了 其他一般民众的话 我想就是清洗手 那这个就是外出回来 或是出门前都可以洗手的话 我想这样做到这一点应该就可以了 疫情延烧 民众必须要减少任何群聚 缩减人与人各种接触 若家中有确诊接触死者 轻症或无症状感染者 需进行艺人仪式居家隔离时 则应该戴手套 更频繁的清洁居家环境 请洗手保持社交距离 还有卖场要固定的定时的清洁 那特别是常被手摸到的地方 像是门把电梯的按钮等等 那这样就可以很有效的预防传染 现在目前看起来 传播最多的一个地方 还是一个外出饮食的一个地方了 所以说最好还是不要在外面聚集饮食 我想这个是 过去很多的研究都发现 这个是最高传染的一个行为 这个病毒会透过黏膜 所以包括眼睛、嘴巴、鼻黏膜 都是一个容易进去的一个地方 医师提醒疫情严峻当下 正确防疫观念非常重要 更要养成经常勤洗手习惯 尤其在清洁环境 或照顾病人脱手套之后 还是要用肥皂洗手 不让病毒有机可乘 TVBS新闻 陈如环、柯胜雄、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这波本土疫情 也让各级学校首度全面大停课 就连大学入学考试都延期了 这也让这最后一届 就课纲考生的冲刺心情 真的可以说是受到影响 再交给一轮 这一届的高三职考生 现在心情可能是最煎熬的 因为原本考试的时间 是7月3号到7月5号 但因为疫情影响 延到了7月28号到7月30号 不少人可能觉得说 真的是多了一个月的时间 可以准备 但更多人可能觉得是心如刀割 真的好煎熬 怎么没有赶快考完呢 但也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现在线上学习 跟互助的网络 变成主要的教学 很多比较害羞的学生 也敢发问了 这或许也是线上教学的 另外一种进步 这一届的指考生 其实他们也面临了几种焦虑 包含的是分发入学 只有大约四成的名额 再来末代课纲 他们这些学生也很担心 没办法走回头路 也就是万一在这一届 考不好的话 是没有办法重考的 他们担心的就是 新旧版本衔接的问题 但更多的专家认为说 其实版本不用担心 一定可以衔接 那也可以趁这个机会 来想想转机 因为在这次疫情期间 可以看到很多的商家 都在转型当中 也或许可以给这些指考生 一些思索未来的机会 那当然因为失去了 冲刺大家一起 这个用功的氛围 可能有些指考生 也觉得心里感到很封闭 但是最有压力的 莫过于可能是在家 家长也会三餐的盯进度 那周无形成为了 考生肩上的另外一种压力 因此或许家长 也可以让孩子们 自己有自己的进度 放手让他们努力搏 现在全国停课 一路停到学期末 而且就直接放暑假了 学期成绩该怎么打 也让老师们伤透脑筋 教育部宣布 要各校采从宽认定的原则 弹性多元方式 进行学业成绩的评量 不过就也有部分老师担心了 少了笔试 比较难知道 学生们对于课程内容 到底了解多少 所以依旧也是有制定 线上考卷 希望能够借此了解 学生的状况 坐在桌子前 看着平板 编在课本上仔细做笔记 认真听讲 这样的线上学习 已经持续将近一个月 家长也都紧盯孩子们 每天按表操课 不能打乱作息 我们每天来观察看的话 效果是不怎么好 但是至少有把小朋友的生活 作息是弄到很不错 就是因为老师 每天早上9点会直播 所以小朋友不会有 就是太晚起床的问题 停课不停学 课程能够如期教完 但眼看学期就要结束 成绩该怎么算 教育部宣布请各校采宽认定的原则 以弹性多元方式进行学业成绩评量 其中台北市也跟着提出高中职以下期末考全面取消比试 改采多元评量 包括线上测验 交作业报告等等 学校可以自行调整比例 那我们目前收到的消息是说 会依照他们 这个疫情期间不能去学校的习作 然后或者是他们有一些电子的 线上电子的评价的这些 来作为这个考试成绩的凝据 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 五月中之前的一些学习表现 这些也都会当成是一个打翻书的凝据 警官采用多元评量的方式 老师还是得出考题考考学生们到底理解多少 在家里做线上测验呢 还是得依照老师规定的时间 全班一起在线作答 而且作答时间都有限制 就是希望能够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 因为一路就停课到了学期末 除了线上上课之外呢 要怎么做学期的总成绩 也让老师们伤透脑筋 确认学生的学习成果 其实这是一个蛮 我们觉得是一个蛮必要性的东西 所以其实我觉得不只是 是我们这一科 应该说自然科内部 其实这样的共识性还蛮强的 我们其实有不断地在研究说 到底要怎么样的 评分过程会对学生的 就是比较像学生现在在做考卷的样态 我们也是不断高学生说 其实这件事情 并不会影响到我们 对你在学习上的评价 因为这是你的学习 那我们只是想要知道 你的学习哪里出问题 现在的话我们可能就是 把前面两次段考课占30% 就是把那个比例给这个平均条 然后其他就是用作业成绩 依照科目不同 评量方式也不一样 像是理科光是报告 难以呈现学习成果 而英文也得试试口书能力 老师们也都该踩线上测验 另外还有线上学习平台各种测验券 包括英文朗读 阅读 单字 对于突如其来的全国停课 先是忙着线上教学 还有总成绩要打 在家里线上比试 难真正测验出公平分数 尤其国中高中学生的在校成绩 关乎到未来推增评分 这也让学生家长不敢大意 当然也要说在线上完全的做到公平 这件事情就蛮难的 所以我其实真的是反而比较鼓励的是 多元评量的方式 就像刚才提到的 评量的方式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元 不只是所谓我们过去的那种知识型的 那其实它对认知的策略 还有就是语文的资料 技巧 能力技巧等等 还有就是态度的部分 都是一个可以做评量 多元评量的标准 所以说其实我们蛮支持 是政府用多元评量的方式来 当做孩子的比起成绩 疫情下 时尚头一遭全台停课 搭乱不少家庭的生活作息 老师也在创造多元教学 现在大家只期盼 9月能够顺利回到学校上课 TVBS新闻航政森 刘军台北采访过头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